我走了 我这说着退休 他俩说别的 我回家了 你老说着不说正经的 你说着现在正经的 你跟他说 我别跟我说了 我回家不听了 不是你说的都不再见 我先来的 他们都不来了 那你说吧 我回家了 好 再见 再见 他妈人说您这是楼长 你怎么这是我楼长 都这么说 那阿姨说的 是啊 我怎么楼的 那您这好管一楼 怎么还有 您这退了休还是为大家招想 他也在凑我这 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 我原来就是做电视机的那个 电视机厂 那您这做显示器还是做里头 我们那会儿做现在的电视器都没有了 都是起包线后的那大包 哦 古高的那种 虽然倒霉了 您多大 我75 那您这身体不错 我操我 您是插过队吗 插过 您怎么知道插队了 您这年龄啊 就插队 早了五年 去那哪儿啊 山西 哦 山西啊 好 那您那 路程 哦 路程 我是六六的 老六六 哦 第一季 那您现在这养老大爷怎么样 养老大爷 我这不到五千块钱 跳过了 不到五千 比上不足 不下有余 我就这么想就得了 对 那怎么办呢 您这心态真好 您看着点粉光景 是啊 是 比上不足 哎 锅子 比上不足 不下有余 对 我比那昆仑户强多了吧 那是肯定的 是不是 对 那也跟您年轻时候努力 也分不开啊 对 是 那您也是直退的 我们四十八就退了 厂子就一刀签 哦 一刀签那会就给签了 不是改革客饭吗 这么多华菜 怎么吃啊 我这身材不干外面打磕 您的就没 您的心态真好 这楼还只是您组织合同的 你看这凑不住 是 不是 是吧 对 给大家摸福利嘛 凑不住 别判人家大款 人家比如像那个事业单位老干部 人家抗胀打仗打出来的 你跟人比得了吗 那是 人家抱着生命前线 人家前线抗胀打仗 你跟人比得了 对 付出生命的代价对吧 对 那你真是九死一生 那都是离修没有 有的都是离修 离修人家抗胀打仗过来的 是不是 对 咱别跟人比 对 那妈咱您几个孩子 我一个 那您这养老怎么办 养老 养老现在能自理就自理 是 老子说 那您老伴呢 老伴刚走 他刚回家 好 那边不给我叫过了吗 那帮老太太 您这身体真不错 您这每天都 好的 多运动运动 就是肉下不去 那可以 你这血压什么的都 我不高 我这么多年来 我也没吃血压 我不高 我吃着干嘛 你那身体真不错 走了 回家了 我得煮饭你 好嘞好嘞大伯 再见 保重身体 好